海外僑胞欢庆台湾光复节的心意与热忱 随着更和谐的两岸关系发展 气氛更加热烈 加州台湾同校联谊会 日前主办台湾光复节晚会 再次凝聚海外华人情谊 非常非常重要有意义的日子 所以我见到很多我们僑胞都到来 为我们这个节目来做这个很大的幸福 这个是每年的活动 我们很希望大家所有的华人团体都来参加 庆祝台湾光复到底心意该摆在哪一边 会长苏俊成认为 2008年是台湾光复的真正落实 台湾真正光复的意义 真正的落实是在2008年 在2008年的时候 大家是真的是不受政党的影响里边 投下了审胜一票 然后在2008年显出了一个 我们想象中最真正明显的总统 广大南加地区的这些侨胞们 他们也是有感于此 所以我们苏会长登高一呼 他这个非常勇业的出席 也是把这个场地挤得水泄不通 马政府的两岸外交休兵政策 深得海外人心 不但活动定期人数 远超出餐馆可容纳的250人 更是苏会长提出新桥物观的最佳落实 国际卫视记者叶洪志 洛杉矶报导 谢谢大家